洛杉矶时间10月18日 入围2019年 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的 华裔年轻导演陈宾瑞 在位于Burbank的美国动画协会 举行了 《昌尤's Journey》 陈昌友的人生之旅 影片首映会及座谈会 该片制片人 沈竹 音乐制作人David Aaron 等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今年18岁的陈宾瑞 作为入围奥斯卡 年纪最小的动画短片导演 在此次创作的 《昌尤's Journey》 陈昌友的人生之旅的影片中 在5分30秒的短暂时间内 用手绘动画的形式 纪念陈宾瑞已故的父亲 陈昌友博士 他生前是斯坦福大学 培养的高级研究员 也是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始人 但却不幸 罹患癌症 应年早逝 他的儿子陈宾瑞 自从父亲患病后 就开始制作这部动画片 希望让父亲 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画面 用爱和希望 鼓励爸爸坚持下去 战胜并魔 影片放映中 在场的观众都为之动容 感动落泪 影片结束后 现场掌声雷动 在随后的影片座谈会中 身兼导演 动画师的陈宾瑞 与大家分享了 本影片创作的初衷和过程 through my continuation 陈宾瑞的母亲也是本片制片人的沈竹表示 影片创作过程中也遇到诸多的困难 但有儿子和团队的鼓励和支持 才有了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 一个孩子能够做编剧导演 把一部这么有影响的动画短片完成 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希望通过这个片子呢 就让大家知道艺术是多么重要 艺术的力量是非常感人的 而且艺术呢 就是说你当你把你的经历 哀思和你的纪念投入到艺术创作里 那你就可以有无穷的源泉给你力量 我们就是在这五年里头 虽然中间经过很多曲折 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片子做完了 而且现在Perry上了大学 拿到四年的那个最高奖学金 而且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就是说也是给大家看到 就是说在你有一个非常痛苦的 失去亲人的哀痛以后 你还是可以把自己拾起来 然后接着往前走 音乐制作人David Aaron 则和大家介绍了如何 为这部没有旁白的电影 做配乐的故事 我选择用这个片子 就是一个美丽的音乐 然后当你听到闭嘴的哀疼 你立即感觉到中国 东西 所以它是一种味道 或有配合我 我想去用这首歌 我们也有上升的级音乐 是一种基于小组的 一种可能性就能配合 较为当中间秀秀秀 we wanted to change the flavor a little bit so we used the music to support the story culturally and then also the emotional aspect of the story so this is a very sad story we have a melody that is going to be reaching into our hearts so I started crying when that one part changed and you saw Perry alone that touched me pretty deeply I think we can all relate 陈昌有的人生之旅 在今年3月的多伦多儿童电影节播映后 备受好评 并在新港汉电影节青年影展上 斩获金奖 也在第27届亚利桑那国际电影节 获得最佳独立青年奖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